上個禮拜上的課主要是在講所謂的呼吸衰竭 那今天這個東西就會更切勁之後 你們在臨床工作上面會遇到的病人的問題 所以今天的課實際上對你們來講應該算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在呼吸方面只要你能夠去清楚的去處理 臨床這件事情 呼吸困難這件事情 你大概以後在臨床工作上面大部分的問題大概都可以處理 實際上就是病人在喘的時候我們要怎麼去思考 所以我們今天會花一些時間 今天的時間就是要從頭到尾就是在討論 一個人在喘的時候我們應該要怎麼去思考 那這有很多觀念都是這個學期一開始到現在上的內容 我們一開始先來看個影片 現在看得清楚嗎 燈可能要關一下 我們今天等一下也會有 這個就是所謂的我們叫做六分鐘的運動沸動 不過呢 這以前我們是在寧口長庚的檢查室做的 那個地方不是非常的標準的一個很寬敞的地方 對於病人是在這上道圈圈的 那我們等一下要問同學的是呢 這一個人我們叫做exercise intolerance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大概差不多已經超過十年前了 我之前當時我這個跟我拿的時候拿著一台 DV 現在都是用手機嘛 那時候都還沒有用手機 我在那邊拍 那當時我旁邊就是我的 專門我的老師 我們的主任 一個國醫師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病人走一走 他說這個快不行了 他等一下就走不下去了 那當時我對這個還不是那麼了解 我說看起來還好 他走得好像速度也還OK 可是果然 果然才講沒多久 他應該還要站到一圈 這一圈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你們都上過理學檢查了 我們實際上就要仔細觀察這個病人 他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呢 走過去的時候 真的停下來 真的停下來 然後停下來之後 各位要仔細看 這些我們等一下都會討論到的東西 那病人就慢慢的機率把剩下的走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六分鐘運動倍功能 那這個病人他是一個COPD的病人 這是典型COPD的病人 那你們大概都有學過這個病 就是呢 他A位本身有 Abtroptive Vigilation Impairment 空氣吸得進去 呼呼出來 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今天在跟各位探討的 都是很實務上的問題 說你們沒有講義氣的沒關係 因為我們都是討論 那我們就要問各位了 這個我比較多exercise intolerance 因為他走不完 或者他平常在家裡呢 家的病人常常會講的就是 因為我下床 我要走到廁所 有時候就會覺得喘 那你們覺得這四個原因 哪一個比較有可能 好 也有人注意 那有沒有哪一個比較不可能 1 2 3 4 是嗎 因為看起來他走的還蠻有力氣的 甚至跟我們常見的這些病人 都不太一樣 之前有同學比較取巧 他說四個都有可能 也不能說他錯 因為只是說哪一個是比較主要的 好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病人 那時候我們在拍這個影片 剛好真的就是同一天 又另外一個病人來了 我記得是在某一年的 大概三月左右 另外一個病人呢 一樣的問題 他這樣走 剛剛那個病人 你們大家會注意到 剛剛那個病人走得比較喘 對著鏡頭 這個病人走到鏡頭 他跟你笑一下 就繼續走完 好 剛剛那個病人根本不理你 因為喘得要命 好 他說我都在走了 你看 我都這麼喘 這個病人呢 我們沒有拍 就是拍這樣一段 因為要從頭到尾都是這樣走的 反正就是這樣 有一點搖搖晃晃晃晃晃走 把他走完 那所以一樣 我們一樣會問的問題就是 一樣這四個問題 你們覺得這個病人 哪一個比較有可能 你覺得呢 好 大家隨便回答 根據你的知覺好了 有人說是 好 當然這個跟剛剛那個 這兩個病人都是典型的 COPD的病患 好 那這兩個病人呢 他們 做的肺功能 都會有所謂的 Upsomatic airway的一些 ventilation的問題 都有這樣的問題 那可是他們 在身體上面 顯然就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這樣的病人呢 他都會有 exercise intolerance 所以呢 今天我們要探討 我們就要開始探討一些事情 好 好 我們上次有講到 所謂的什麼叫做 Respital failure 好 我們如果 講嚴格一點呢 實際上一個人會 Failure的話 如果呼吸的話 我們並不是只有 在講所謂的 Ventilation 跟什麼 Ventilation 跟所謂的 Diffusion 我們也包含什麼 Cardial output 還有包括我們 T2怎麼產生 Energy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 已經跟各位同學提過了 這些每一個環節出問題 都叫做 呼吸衰竭 可是呼吸衰竭跟 Diffusion 各位覺得這兩個之間的關係 是怎麼樣 比如說你們認為呼吸衰竭的人 比較會Diffusion 或者是說 Diffusion的時候 比較有可能 呼吸衰竭 那我們就要問同學 你們覺得呼吸衰竭 是不是一定會Diffusion 或者Diffusion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有呼吸衰竭 你說老師這樣問 就要回答沒有 因為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 我們先來看 實際上 這個圖之前 同學應該有看過 我們的心肺功能 要達到的目的 就是希望把 空氣中的氧氣 送到我們的組織使用 然後把組織裡面的二氧化碳 送到我們的 送到體外 那如果你能夠完成 這樣的一個完整的過程 這個我們叫做 有氧無息的時候 你一分子的葡萄糖 所以產生36分子的ATV 這各位同學在以前 生患就念過 那我們要講這個東西 我們要先來探討 一個人的呼吸衰竭 究竟哪些地方出了問題 那如果對於一個 呼吸到有問題的病人 他在覺得Diffusion的時候 我們這麼說好了 一個人會覺得喘 跟一個人有沒有呼吸衰竭 其實理論上 他們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我們身體並沒有一個 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身體並沒有一個 所謂的 一個類似感應器 然後來告訴你 你現在有沒有呼吸衰竭 實際上沒有 就生物來講 它只會讓你做什麼事情 我們這麼說好了 我們之前 我們不知道各位同學 有沒有去看過一個影片 叫做TED 這一類的影片 TED 這個影片 這個TED是三個字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跟Design 這是 然後 之前裡面有一段影片 他就說 生物為什麼要有 Brain 有腦 你們認為呢 我們人類要有 生物要有腦的目的就是 為了做Action 要有動作 所以呢 那我們人呢 我們在講這個 跟呼吸困難 還有呼吸衰竭有什麼關係 我們人會覺得呼吸困難 可是你不會有感覺 呼吸衰竭這件事情 實際上你有沒有呼吸衰竭 你其實並沒有辦法感覺 那你有呼吸困難 跟沒有困難 你會做什麼事情 當你呼吸困難的時候 你就會去做 讓你比較不會呼吸困難的動作 各種動作 你從小到大 你就會學到很多事情 比如說有人把你的臉 鼻子蓋起來 你就會想辦法把它剝開 為什麼 因為你們覺得不舒服 那任何狀況呢 當你覺得呼吸困難的時候 你也會做什麼動作 你可能就會提高你的換氣量 來讓你的呼吸困難的感覺減少 或者離開這個 讓你覺得呼吸困難的地方 或者就你的經驗上面知道說 就是這個原因造成我呼吸困難 所以我會排除掉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身體呢 我們會覺得呼吸困難 我們能夠做的action 我們能夠做的動作呢 只能什麼 就是讓你覺得舒服 所以呢 那我們之前提過 我們身體 所以身體在出現有沒有呼吸衰竭的時候 身體一定要去做什麼 一定要通知你的腦子 告訴你有呼吸困難這件事情 那這當中的緩解 這當中的連結呢 只要出了任何問題 你就會變成什麼 你已經呼吸衰竭了 可是你沒有覺得呼吸困難 簡單來講就是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要去弄清楚這件事情 因為呢 在你腸上面就會遇到很多人 我們之前有提到 regulation control的時候呢 一旦你的control出了問題 你呼吸衰竭了 呼吸有問題 可是來不及通知你的呼吸的 覺得喘的這樣的事情 你就不會 該提到喚氣量的時候 就變成沒有提到喚氣量 那這時候就會產生 high cold ventilation 的問題 那我們呢 我們先來看喔 如果就這四個環節呢 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的時候呢 一個人都有可能出現呼吸衰竭的問題 那我們先前面 我們這堂課的 我們這次上課的前面 我們先用這四個環節來跟各位思考 第一個呢 我們身體怎麼樣產生energy的 這個圖呢 這個圖講的是什麼 最左邊的這條綠色的線呢 這個橫走指的是說 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這個指的都是 這個運動指的並不是去跑步啦 去做激烈運動 你的日常生活的所有體力的活動 我們都叫做exercise 你從你下床走到廁所 這個也是一個exercise 那這橫走指的是時間 那這代表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的活動的前面的30秒呢 都是什麼 直接儲存在你的肌肉裡面的ATP 直接可以使用的 直接就用的 現成馬上可以用的 它可能是立體可用的ATP 或者是什麼 這吸體就是我們叫做Creative Phosphate 直接水解可以用的ATP 這個不需要經過身體的這些代謝的作用 你就直接可以用 就是本來儲存可以用的 那紅色這條線呢 我們叫做Creative Phosphate 這個是一種無氧呼吸 這個時候呢 因為不需要氧氣 你就可以進行這樣子的一個生化反應 可以產生ATP 不過一分子的葡萄糖 只能產生兩分子的ATP 然後再來的話呢 兩三分鐘之後的 這個就是有氧呼吸 這個各位在以前的生化就念過了 這樣的一個有氧呼吸呢 一分子的葡萄糖 可以產生三十六分子的ATP 而且它的代謝產物就是二氧化碳跟碎 那紅色的這個Glyphalysis呢 它的代謝產物是什麼 實際上就會產生很多的乳酸 這個就是各位 如果在污氧呼吸的比例增加的時候呢 你就會出現一個什麼限量 第二天就會有酸痛 會有這些的問題 當然這不是只有乳酸 還會產生其他的Information的 這些Mediator 那我們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告訴我們是什麼 所有的運動的前面 前面的三十秒都是紅色的這一塊 也有一個ATP跟CP 然後呢 再來才是Glyphalysis 然後在後面呢 才是Aerobic的exercise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呢 爆發型的運動員為什麼集中那麼大 因為呢 它的運動都是前面幾秒就結束了 比如說你說舉重選手 他在比賽的話不會比五分鐘的 一定是幾秒 十秒 十幾秒 二十秒 三十秒 就結束了 所以他為了要這樣的的話呢 他的肌肉一定要很大 因為他要瞬間能夠 他要現成可用的ATP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這裡就要問一個問題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跟下面 上面的都是一些勞動的 底下的話 當然你進入有氧呼吸 比如說你今天去做健走 或者是慢跑 那我們問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你今天是大掃除兩個小時 跟你今天去郊外見走兩個小時 哪一種第二天覺得比較累 大掃除 還是去郊外見走 大掃除 不是去跑馬拉松 你就是去走路而已 那我們問你 你覺得每天說認真的大掃除 要減肥比較容易 還是每天去見走兩個小時 減肥比較容易 都不容易 我們這麼說好了 我們為什麼要問各位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一個人呢如果會痠痛 比如說第二天比較累 你今天做了今天很忙 今天很忙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第二天比較累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我們講的累就是身體的累 身體累的話 我們可以說呢 可能是肌肉會有一些痠痛的感覺 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那這個跟什麼有關係 假設你是進入無氧呼吸的 比較多的時候 就可能有關係 可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剛剛我們在講這個 運動的這個時間的時候呢 我們這裡有提到 你一個運動呢 前面的 前面的30秒 前面的幾分鐘 這個都是無氧呼吸 可是大掃除是兩個小時 那我們認為兩個 你們認為兩個小時是無氧呼吸 兩個小時的大掃除是無氧呼吸 還是有氧呼吸 有氧 有氧 你們覺得是有氧還是無氧 那如果它是 因為已經超過兩三分鐘了 兩個小時了 那既然是有氧呼吸 為什麼它會跟去郊外見走兩個小時比起來 為什麼也會不一樣 之前有同學說 因為心情不一樣 他說大掃除不是很感願這樣 去郊外見走比較有趣 那這個有人做研究 真的有人做研究 當然他們是用什麼 我們指的是說 你的情緒會影響 或者你的心情會影響到 你的 他們做研究是用音樂 你做同樣的運動的 一樣一模一樣的動作 你聽的是節奏很緩慢的音樂 的古典音樂 然後或者是 節奏比較強烈的搖滾音樂 還有一種是什麼 跟你運動的動作 能夠對得上 這樣的一個tempo的搖滾音樂 然後之後呢 幫病人抽血 受制者抽血 看你的身體的發炎指數 你們覺得哪一種會比較低 他們的結果就是能夠 fit他的這些動作的 這樣的一個tempo的音樂會比較低 所以呢 情緒會不會影響 的確會造成影響 好 那我們如果排除這樣子的一個 微小的影響好了 那你覺得為什麼 大掃除兩個小時 第二天總是比較 會真的會比較痠痛 比較累 或者我們不要講大掃除 你今天可能陪 陪人家去逛街好了 陪女朋友去逛街 逛了兩個小時 你覺得好像也 就是在那邊走走停停而已 或者 好啦 你真的有在就是這樣看 逛了兩個小時 奇怪第二天怎麼全身痠痛這樣 不一定是你不喜歡逛街 可是你去膠外見走兩個小時 就比較好 那你們覺得 我們生理上要怎麼解釋這件事情 或者我們問各位你們覺得 這樣子是一個 勞動的工作是一個 有氧呼吸還是無氧呼吸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因為未來你們都會遇到很多病人 會告訴你 他為什麼總是覺得會 會覺得喘容易累不舒服 我們這麼說好了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肌肉的活動 30秒 30秒內 三分鐘內 是無氧呼吸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一塊肌肉 或者我們指的是一條肌纖維 我們指的不是全身 我們給各位一個提示 這樣你們想到原因了吧 為什麼大掃除會 會是比較容易痠痛 我們這麼說好了 你在大掃除你都怎麼做的 你可能擦桌子這樣擦 你有可能擦超過五分鐘嗎 人家會說這一定精神有問題 你一定是擦個 擦一擦可能10秒20秒 你就會換角度 那你可能會去拖地 或者做你做任何的事情 我們這怎麼 為什麼大家覺得勞動跟運動 第二天的感覺不一樣 因為你在勞動的時候 你的肌肉的使用的型態 跟你去劍走兩個小時 是完全不同的 什麼意思呢 你在勞動的時候 你的肌肉的使用是什麼 就單一一塊肌肉是什麼 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的 你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你換另外一個動作 你原來這個動作的肌肉 就是停止活動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就單一一塊肌肉來講 你的運動很少超過三分鐘 一兩分鐘 然後就停下來 就一兩分鐘所以不斷的交替 所以你的總運動量可能是不多的 所以你要靠一個 只是做做家事 勞動這樣子要來減重 你真正消耗的量並沒有那麼多 可是如果你是去健走 去慢跑去做什麼 你的單一一條肌肉 單一一塊肌肉 就從頭運動到尾 所以不一樣的地方就在這裡 那我們就要問各位 那你們覺得你一個COPE的病人 他肌肉都萎縮了 那不管是因為營養的問題 因為身體代謝或者慢性發炎的問題 他先天 他本來儲存在肌肉上面的ATV 就已經不夠了 我們指的就是現成可用的ATV 已經不足了 在這種情況下 他只是下床 因為我們日常活動 在家裡我們的刷牙洗臉洗澡 或者是只是在家裡走來走去 這些活動我們可以肯定幾乎都是營養呼吸 因為所有的活動很少超過 連續動作很少超過三分鐘五分鐘了 除非你是刻意的去做什麼運動 所以呢 一個身體的所謂的Energy的Production 他如果本錢不夠指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肌耐力不好的人 肌肉的 我們指的是肌肉 不是脂肪 肌肉的這些儲存ATV的量 本來就不足的人 他就沒有足夠的本錢做無氧呼吸的活動 那這些人呢 在日常生活在家裡執行 所謂我們叫做daily life的physical activity 這樣的無氧呼吸 他沒有足夠的ATV可以使用 他就會出現什麼 exercise intolerance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說 為什麼要把肌耐力建立起來這麼重要 所以有一些人呢 你這段時間好好的運動 尤其是什麼運動 核心肌群 現在各位 現在這幾年大家很流行 運動不是只有去跑步去做什麼 你要做你的核心肌群 為什麼呢 我們日常活動 比如說各位同學坐在這邊上課 你們哪邊的肌肉比較有在用力 很多是腹肌 臀部的肌肉 維持姿勢的肌肉 實際上是在用力的 那這些肌肉呢 力量如果不夠 肌耐力不足的時候呢 他很容易就會進入無氧呼吸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你就 就奇怪今天上了一天課回家 就腰痠背痛 今天上了課比較多 今天做什麼什麼 或者坐車坐比較久 就容易腰痠背痛 容易不舒服 可是呢 你消化的在量並沒有很多 所以呢 這代表就是說 我們的physical activity 日常生活的這些呢 很容易都是無氧呼吸 那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本錢 你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Cardial food 這我之前就有跟各位介紹過了 一個人在休息的時候 跟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的Cardial food 會差到幾倍 實際上會差到大概五倍以上 那心臟的輸出量 等於說你的Oxygen delivery 會拉到五倍以上 而且呢 大部分都跑到哪裡 大部分都跑到我們的骨盒肌 所以那這些 這些靠什麼來影響的 實際上靠的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自主神經 我們的這些 尤其是什麼 我們的這些 sympathetic 這些 Arterial muscle conflict 這會做什麼 它會在 你在運動的時候呢 你身體的 血液的分布就會做調整 除了新輸出量增加到原來的五倍以外 大部分的血液呢 你的骨盒肌的血管會擴張 血液都流到這個地方 當然有時候包含汗線 因為可能要排汗、散熱 然後你的內臟的肌肉 內臟的這些血管呢 是手縮 所以呢大部分 所以在骨骼肌肉的供應量 就會 跟原來的會差非常多 甚至會差到十倍 十幾二十倍以上 那這樣子的一個 好 那這件事情呢 會受到什麼影響 既然是Cardial foot的話 我們都知道Cardial foot 就是說 血液要輸送到我們的肌肉 我們今天講的都是一個人呢 在執行日常活動的時候 為什麼會覺得Dismia 為什麼會覺得Exercise intolerance 為什麼會覺得不舒服 當這個輸送的出了問題的時候 那什麼情況下會出了問題 我們的Cardial foot 跟我們的肌肉有關係 那我們的治癒神經呢 牽涉到兩件事情 就是膠感跟腹膠感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休息的時候 是腹膠感為主的 血液都是在內臟的循環 比如說你在睡覺的時候 那我們在運動的時候呢 都以膠感為主的 那我們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們 我們的心跳 我們的心跳會隨著呼吸 變快跟變慢 你們覺得我們的心跳 我們在吸氣的時候 心跳是變快還是變慢 或者吐氣的時候變快還是變慢 你們各位有沒有去 你說你現在可以趕快測一下 你趕快吸氣 然後吐氣 這個跟這個有關係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生理現象 我們問各位好 你們覺得吸氣的時候心跳變快的舉手好了 然後吐氣變慢的舉手 好 那如果反過來 吸氣的時候變慢 然後吐氣變慢 我們要去思考這件事 你要用什麼角度去思考 用演化的角度去思考 你們覺得呢 吸氣的時候心跳變快 吐氣變慢 比較划算 還是吸氣的時候心跳變慢 吐氣的時候變快比較划算 你們想看看哪一種比較划算 好像吸氣變快比較划算 我們這麼說 我們的呼吸會比心跳慢一點 所以你在吸氣的時候浪再增加一點 你的肺部的充氧會增加 然後這個時候 假設你心跳是變快的 然後你在吐氣的時候 你的浪的波動已經變小了 這個時候 實際上氣體交換的效率會比較差 因為很多有些肺炮都已經collect了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 對我們身體來講 每分鐘多跳一下 都是什麼 都是能量的消耗 心臟裡都要多跳一下 所以身體一定會找 最經濟的方式來運作 所以你在吸氣的時候 如果心跳快一點 吐氣的時候慢一點 可能會比從頭到尾都 都一樣快的話會划算 對身體來講 多跳那幾下的話 它的能源是比較划算的 好 那這個用什麼 所以呢 這個是它的目的 可是它用什麼東西來控制的 你覺得呢 那我們吸氣突進 當然有很多種 那其中一個什麼 就是我們的airway的pressure 我們airway的pressure 我們之前在講那個 ventilation control就有講過 我們在吸氣的時候 我們的airway pressure 是鎮壓還是負壓 吸氣的時候 應該是負壓 不然空氣進不來嘛 吐氣就是鎮壓 你把氣體擠出去 好 所以這個鎮壓跟負壓呢 除了協調我們的 什麼時候要進入吸氣的被子 比如說你airway是positive pressure 鎮壓 一直吐氣吐到慢慢已經鎮壓 越來越低低到接近 跟大氣壓力差不多的時候 欸 你這個時候什麼 你這些壓力會作用在什麼地方 會作用在我們的airway 作用在我們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過 我們airway有一些resetter 我們有stretch resetter 我們有irriture resetter 然後當然我們還有cfibre resetter 這些都是我們等一下會提到的 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要把你這個學體 學的所有東西整合在一起 你要全部 我們前面都是學的每一次上課學幾招 那今天就是要出去跟人家對答 所以你要把你之前學的每一個東西 都把它整合起來看 所以我們在吐氣的時候 我們的airway 哪些東西受到刺激 因為它是positive creature 所以你的swift resetter 你的irriture resetter 受到刺激 這些刺激是透過什麼 你們還記得透過什麼nerv嗎 透過vegas nerve 透過迷走神經 我們所有的這些receptor都 那迷走神經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在吐氣 你的chess wall 是positive pressure的時候 比如說你會刺激到什麼 你會很明顯的刺激到你的vegas nerve 那會產生什麼結果 你們認為如果vegas nerve被刺激的時候 對心跳會產生什麼結果 就會變慢 因為我們的米走神經 它本身是一個副交感神經 所以它受到刺激 你的心跳就會變慢 那你們在這場生活 以後你們在醫院有時候就會遇到這種 有時候會發生什麼現象 比如說這個病人 家屬就說他昨天晚上半夜起來 上廁所的時候 在廁所到一半就暈倒了 倒在馬桶旁邊 然後後來又被帶起來 然後常常發生這件事情 那這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覺得呢 你上廁所的時候 有時候會做什麼 肚子會用力 也許是大便大不出來 或者是 或者年紀比較大的 他不一定是大便 他是尿尿 可是什麼 年紀大的人他可能有VTH 攝護腺肥大 所以尿不出來 那尿不出來是很痛苦的事情 那看肚子就會用力 看能不能擠壓他的膀胱 把小便擠出來 所以肚子在用力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現象 他Airway的pressure會上升 肚子用力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講的cove 你要咳嗽的時候 腹肌也要用力 所以你在用力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事情 你的Vegas number 會受到刺激 這個時候你心跳會慢 慢到太慢的時候 你的brain perfusion不足的時候 可能就會暈倒 就會出現這個現象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在吸氣吐氣的時候 我們的Airway的腿血的改變 會影響到我們的什麼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心跳 那影響到心跳 那有一種狀況 我不知道各位同學有沒有 我們這麼說好了 我們有一個動作 我們叫做什麼 Vasava Meniva 你們有沒有聽過 就是用力吸把氣 然後做什麼 憋氣 憋氣 然後肚子用力 然後這個時候 你們在日常生活 什麼時候會做這樣的動作 比如說上廁所的時候 還有什麼時候做這個動作 用力的時候 用力搬東西 為什麼呢 你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你的整個身體 會變成是一個 變成是一個堅硬的結構 你的力量 腳的力量 手的力量 才能傳導到另外的肢體 那我們為什麼要講這些 那就代表什麼 我們的肺部 我們肺臟這個結構 本身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 它絕對不是只有airway而已 它還有什麼 它還有血管 然後什麼 它本身就有一個 很複雜的神經的網路 最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在每一次的吸氣吐氣的時候 當你的airway的pressure 如果不正常的上來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什麼結果 它就會影響到我們的腳療分 我們繞了一圈 就在講這件事情 那對於當你的肺部的功能 有問題的時候 你說正常的 大概沒有這個問題 比如說各位同學 你們在運動的時候 你們會很自然的 在運動的時候 你的膠板神經上來 你的心跳 你的血管收縮 心跳也更快 你的手腳的perfusion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對於airway有問題的病人 它會發生什麼結果 第一個 比如說一個COPD的病人 它的肺部已經受到破壞了 所以它要好好的傳遞 因為這些airway pressure 就有問題 另外一個是什麼 它的airway總是什麼 各位同學 他們這些病人的intrinsing pit 是比較高的 它的airway容易air tracking 就像剛剛講的第一個病人 他有air tracking的時候 他在運動的時候 他的這些parasynthetic tone 也可能上來 所以這個時候 他的cardia hood 就會有東西在干擾了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什麼 autonomic dysregulation 什麼意思呢 我在運動的時候 然後我離運動交感的時間 就要上來 可是我airway的quench不穩定 動不動的就過高 會有airway tracking的時候 這時候病人 他的腹交感也上來 然後我們身體 來影響到cardia hood 是兩個之間的比例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一個人在運動的時候 他的心跳 有時候就會開始會呼快呼慢 這不是心慾不整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什麼 autonomic dysregulation 自律神經的協調出了問題 這個時候就好像 車子要開 要加速的時候 你油門踩下去 可是怎麼引擎的力量 就傳不出來 所以病人在走路的時候 他走一走之後 他的cardia hood 會出了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就會影響到他的 什麼 影響到他的oxygen 的delivery 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個環節就會出了問題 那當然另外的 什麼 我們的cardia vascular dysregulation 這在臨床上也很常見 簡單來講就是 很久沒有運動了 你的cardia hood 的退化是很快的 通常運動員 在兩個禮拜的運動量 沒有運動的話 做測試馬上就會被看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 什麼現象 我們的這些心輸出量 如果不足呢 輸送到 tissue 的這些如果不足 我們在 muscle 這邊 有一個我們叫做 ergo receptor 這是什麼 當你開始沒辦法進行 有氧呼吸的時候 在無氧呼吸 算在堆積的時候 它會刺激我們的肌肉 這個人這個時候就會感覺到 他就會覺得無情困難 就會有這樣不舒服的感覺 好 然後再來我們講第三個 跟 diffusion diffusion的問題 大家最清楚了 因為呢 這個直接就影響到 我們肺炮這個地方 氣體交換 正常的人是走紅色這條線 那這個橫走是什麼 橫走是我們的紅血球 經過肺炮的時間 一般是0.75秒 比如說你的心跳大概 一個小 一個一分鐘大概 七八十下的時候 大概0.75秒 那當你心跳跳到什麼 跳到接近200下 一個奧運選手跑100公尺 那心跳可能會跳到180 19都有可能 在這麼快的時候呢 它的肺部如果正常 它的氧氣不會受到影響 它走的是紅色這條線 可是你的肺炮如果出了問題 肺炮也許是結構被破壞 像MBC嗎 或者是什麼 肺炮這層變得很厚 裡面自己的水分 就是Palmary D嗎 或者是發炎的東西 發炎的東西 可能是Pneumonia 各種的Pneumonitis 那或者是呢 本身腺位化了 已經浪了Bibrosis 這個都變得很厚 它就會走藍色這條線 那在這個時候呢 就會發生什麼現象 心跳越快 你的氧氣就會變低 那氧氣變低 會產生什麼結果 氧氣變低就會讓心跳更快 我們之前有在講什麼 我們在講那時候 我們身體的Carotid body 當你氧氣掉下來呢 它會刺激這個地方 會刺激我們的Sympathenicone 讓我們的膠感神經 會更活躍 就會讓心跳更快 所以呢 當你心跳快的時候 氧氣開始掉的時候呢 心跳就會更快 這個時候就會很快 就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呢 這個Diffusion上面的問題呢 常常是什麼 常常在臨床上面呢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病人在喘的時候 有時候臨床上面有時候 沒有真的去分析它的原因 只是覺得反正病人很喘 就是COPD或者氣喘的病人 有時候就會讓它吸什麼Bronchodylator 那我們這些很多都是Beta Adolism 一吸下去的話呢 心跳就更快了 心跳更快呢 結果氧氣掉更低 掉更低 心跳就更快 就很快就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好 那第四個是什麼 第四個呢 這是我們這是Ventilation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上次在講 Ventilation control的時候 應該要跟各位簡單的提過 各位哪有印象啊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是所有的人的 在exercise的時候 我們的Mini Ventilation 都做這樣的調節 我們在休息的時候 是在兩邊黃色的 淡黃色就是休息的時候 有橘色紅色還有紫色是什麼 當你開始運動的時候呢 瞬間你的什麼 你的Mini Ventilation 會拉到原來的兩三倍 兩倍以上 然後再來 因為你拉上來了 提交換器量 就會去刺激到我們的 Serve Receptor In Return Receptor 都被刺激之後呢 身體就告訴你說 這樣夠了 不用再無限制的上去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滑兔 就有一個水平 小小的 那這個時候呢 紅色的就是運動長度增加的時候呢 你會去刺激什麼 你就會 因為更高的運動的強度 你身體呢 就會驅動更多的呼吸 然後就達到紫色的 然後當你停止呼吸的瞬間 這個就掉下來 那為什麼我們要強調這個瞬間 這件事情 簡單來講 就是你有念頭的時候呢 你的Mini Ventilation就會拉上來 就像我們上次有跟各位提到的 比如說各位坐在椅子上 那你等一下下課呢 你要起來的 身體上的第一個動作就是什麼 你們還記得嗎 就會做神呼吸 你會提到你的Mini Ventilation 你如果不相信 你等一下你要起來的時候 你故意保持原來的Ventilation 你馬上就會覺得Dismia 你馬上就會覺得喘 所以 那這個東西呢 就會變成什麼 有這樣的念頭 再加上什麼 加上我們的Proprio Receptor 被刺激 我們的關節 裡面有這些Receptor 還有你的Muscle的Spindle 這些被刺激呢 都會提高你的換氣量 我們要講這個生理的現象 為什麼要這樣講 講這些東西呢 因為一個人呢 只要什麼 這指的就是說呢 一個COPD的伯伯 他在床上要下床 走到廁所 這樣的動作 他的Mini Ventilation呢 就要提高到原來的 兩三倍 兩倍多 所以呢 假設你這個Airway 有分射absorption的問題的時候 你本來的呼吸是在 泰國國人這樣的呼吸嘛 這個圖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 我們的Total Lung Pleasure 裡面切成好幾個 不同的區塊 當你有問題的時候呢 這個圖就是吸的進去 來不及吐完 你又要吸下一口 為什麼會這樣 當你在運動的時候 我們已經講過了 休息的時候跟 稍微就是走路而已 你的Mini Ventilation 要拉到原來的兩倍多 我們假設你把1.5x1.5 多少 2.25 最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的Mini Ventilation 你可以看 右上角那個圖 你要拉到這樣 你只是稍微動一下 你就要拉上來 你把這個Rate 拉到原來的1.5倍 Volum也拉到原來1.5倍 一個COPD的病人 他本來輕鬆的時候 他的太多Volum可能400cc 然後他的什麼 他的這個呼吸的Rate 稍微快一點點 也許是16下好了 稍微快一點點 然後他一運動呢 他只是下床走到廁所 他的Tidal Warren 就要從400拉到600 他的Rate 要從16拉到多少 拉到24下 那病人就是什麼 喘得又快又大口的時候 就很容易Air吹冰 他也不是做劇烈運動啊 他只是什麼 他只是下床走到廁所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 Air吹冰到後來 就會發生這個現象 這個圖呢 你們如果把它轉90度來看 這是什麼圖 這是我們Tray Spiral Methods的圖 你們就轉個90度去看 正常的人呢 這個Airway Upstruction的人 他在運動後 如果你是讓他吹一次Spiral Methods 你會看到這個Tidal Warren的這個loop 這個圈圈呢 他就從這個圖上 就從2跑到1 就跑到上面去 簡單來講 如果把它轉90度過來 這個逆時針轉90度看的時候呢 我們就叫做Tidal Warren的loop 就會變成什麼 所謂的Left Left Shift 跑到左邊去的 我們講這些都是我們今天 後面要講的課都會提到的 那這個正常的人應該怎麼樣 正常的人呢 這個Tidal Warren的loop 應該是同心圓的放大才對 正常的人你在運動後呢 運動後你這個圈圈應該就會同心圓放大 我不知道你們分組的同學 如果你們到時候去做的 就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你們去吹Spiral Magic 你們有做了6分鐘或12分鐘 運動前後去吹的話 如果你發現你的Tidal Warren的loop 跑到左邊去了 那就要小心你可能真的有問題 搞不好是氣喘從來沒有再檢查過的 那如果他把它停止運動的時候呢 因為他就會掉下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停止運動的時候 他的Tidal Warren 他需要的Ventulation 就降到原來的6成左右 那這個呢 各位同學在回想剛剛看的第一個病人 他走到後來都喘不過氣來了 必須停下來 為什麼 因為他A6會停到接近TLC的方式在呼吸了 這簡單來講 各位想像想你怎麼喘 你吸氣 吸最飽 然後只能吐1 3分之1 或者吐一半而已 然後每一次吸氣都要吸到最飽的時候才能 然後都只能吐一半 你如果用這樣呼吸 我相信你撐不了幾分鐘你就沒辦法呼吸了 你就覺得非常累 你唯一的做法就是什麼 假設你現在這個動作 你做了這個運動 必須讓你用這樣的方式去呼吸 你幾乎拉到接近TLC的這樣的波輪來呼吸 因為你吐不完 那這個時候呢 要叫你繼續走下去 實在不行的時候 你能做的唯一的動作是什麼 就是停止運動 所以我剛剛講的影片裡面的第一個病人 他的AirTrapping到最後呢 只能讓他停止運動 可是呢 他停止運動有沒有被帶到旁邊去吸Bronco Dilator 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他只要停止運動 他的態度渦輪就可以什麼 他需要的Mini Vangulation 就可以降到原來的六層 他就可以把TRAP的Air吐出來 所以他可以繼續走完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看病人說你要這樣看 一個病人看起來走起來很快 好像沒有力氣啊 可是走一走就停下來 怎麼樣都走不下去了 這個跟A位比較有關係 那剛剛的第二個病人是什麼 第二個病人是Energy Production的問題 他也沒辦法輸出更多的來走 所以他只能搖搖晃晃慢慢走 所以如果我們來看這件事情 當一個病人在運動的時候 他會覺得喘的時候 你腦海中一定要去思考這四個環節 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第一個 他有沒有足夠的肌肉 來產生無氧呼吸需要的ATP 因為除非這個病人做了長時間的運動 可是我們也可以這麼說 他在進入三五分鐘之後的 要下呼吸之前 他還是需要有前面的這段的無氧呼吸 所以動不動就會覺得喘的話 會不會他根本 這個病人看起來很瘦弱的話 其他三個環節不一定有問題 光這一點他就沒有現成可用的ATP 可以讓他執行日常生活需要的無氧呼吸的使用 這樣就沒有辦法 第二個是什麼 他會不會AOA非常的不穩定 當然非常的不穩定 動不動有AO chipping 有positive pressure的時候 這個就會有autonomic dysfunction 或者disregulation 就會造成病人的問題 他的咬雕部的可能有問題 或者他本身心臟就有問題 或者心臟已經很久沒有鍛鍊了 第三個是什麼 他diffusion有沒有問題 他氣體交換如果出了問題的時候 那當然第三個我們比較簡單 你們可以怎麼樣可以知道 有沒有第三個的問題 你覺得呢 還有呢 萬一你沒有費工能 你可以怎麼知道第三個的問題 就一個osmeter 我們藉著各位同學商談 就只要一測 如果掉下來 因為osmeter 你剛好就可以看到 最想要看的兩件事情 一個是heart rate 一個是situation 所以diffusion有問題的話 這本身就會掉下來 那第四個呢 這個實際上是大家最常 剝裂掉的一個生理現象 我們日常生活的 只要輕微的活動 你的mini ventilator就會拉上來 所以一拉上來 只要AOA有問題 馬上就會造成AO chipping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會出現 所以我們前面呢 花比較多的時間呢 再介紹這四個環節 這個就是呢 你未來遇到任何一個人 有exercise intolerance 不管是呼吸困難 或他就是覺得走不了 沒辦法運動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思考 這四個環節哪一個除了問題 或者哪幾個除了問題 那我們前面提了這些之後呢 那我們再來要來講這件事情 Bismia呢 我們前面有提到 我們身體是不知道 我們這四個環節哪一個問題 身體只是會告訴你 我就是不舒服 我就是不舒服 那我們身體怎麼來調控我們的呼吸呢 藍色是什麼 我們叫做efferent的這些signal 我們的身體呢 efferent是什麼 我們身體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來控制什麼 控制呼吸的肌肉 那呼吸的肌肉呢 不是只有我們的橫隔膜的下降 熱肩肌肉的把肌肉這些拉開 還包含什麼 包含上呼吸道的肌肉 上呼吸道的肌肉做什麼 你要吸氣的時候呢 他要把你的肌肉撐住 讓你不要塌陷 尤其在睡覺的時候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什麼 實際上我們的這些鼻腔這裡 在用力呼吸的時候 只要鼻翼的肌肉還會撐開 這些目的都是希望 讓我們的vegetation 比較有效率 呼吸道的阻力變少 可是我究竟要 可是所有這些動作都需要什麼 都需要消耗我們的量 都需要消耗 所以我們身體呢 一定會用最省能源的方式來運作 所以呢 他就會什麼 他就會接收訊號 他就會 紅色的就是什麼 把訊號不斷的傳回我們的腦子 告訴什麼 告訴我說 我今天呢 我做這樣的動作 我有產生足夠的什麼 Lung Expansion Lung Expansion 透過什麼訊號 透過我們之前提到的 Stretch Resetter 那AOA有沒有透過很多的 Irritant Resetter 來告訴我的腦子呢 我花了力氣 做了這些呼吸肌肉的動作呢 我有沒有得到我要的這些回報 這些回報就是我的 浪有沒有被撐開 AOA有沒有 A airflow進出 那除了這個另外還有什麼 那我的Tmo Resetter 有沒有 傳回來什麼 我的氧氣 有沒有掉下來 我的二氧化浪有沒有上來 那我血液本來很酸呢 我增高了 我的呼吸量 我的血液有沒有變得 沒那麼酸呢 所以呢 這幾件事情 大家先有這樣的觀念之後呢 我們來真正來探討Dismia的話呢 就有這六件事情要討論了 這六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那四個 那四個Control 是身體組織上面 在進行 心肺功能的時候 這功能 每一個環節 這功能上有沒有問題 可是呢 講到喘的話 因為你只弄清楚功能有沒有問題 還是沒辦法直接 告訴我們一個人 為什麼會穿 所以呢 這個就好像一個圖啦 橫坐標 重坐標 比如說重坐標 是這個功能 這四個環節 Ventilation Diffusion Cardial Puta 跟 Energy Product 有沒有問題 橫坐標是什麼 就這四個 這六個 哪六個 我們就來 這六個呢 簡單來講 從最上面Tmo Resetter 再來是Mechanical Resetter 然後再來呢 呼吸的這些Loading Mechanical Loading 然後再來呢 我們叫做 Neural Mechanical Dissociation 再來就是什麼 跟Oxidine Delivery 也有關係 最後一個呢 不是只有喘不喘而已 情緒上的感受也有關係 所以這六個呢 我們相信可以把一個人會覺得喘 為什麼會喘的原因呢 大概全部包含在裡面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希望 同學今天上完這個課之後呢 其實上很多東西都是這個學期講過的 可是我們希望你都整合起來 當你以後遇到任何一個人覺得喘的時候 其實不用遇到任何一個人 你們自己 當你自己覺得怎麼今天比較喘的時候 你就要去腦海去思考 你功能上面哪個環節出問題 或者你身體的這哪個機制呢 現在被activation 被驅動 所以難怪你會覺得喘 或者哪幾個機制 我們等一下都會從第一個 第一個Kemo receptor實際上是最簡單的 因為呢 我們這個學期花很多時間都在講Kemo receptor 只是我們後來發現 常常一個人會思考一個人喘不喘的時候呢 因為對Kemo receptor學的最多 所以常常就是考慮到Kemo receptor 所以呢 一個人會不會喘的話呢 絕對不是只有二氧化碳太高 或氧氣太低這件事情而已 那這件事情呢 實際上這個 我們這個學期花好多時間在學 氧氣太低你就要去思考什麼 我們之前講的項殼的問題 有沒有V2 mismatch的問題 那有沒有什麼 這個時候也要思考什麼 CO2有沒有高起來 有沒有high total ventilation 的問題 那剛剛我們講的Diffusion出了問題 O2也會掉 所以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好 那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我們再講後面的內容 OK 好 那我們來繼續講 所以第一個呢 第一個叫做Respresso receptor 這些Kemo receptor 大家已經都很熟悉了 所以我們就不會花太多時間講 我們再來講這個 所謂的Mechanal receptor 這個各位同學那時候在講 我們在講 Vendolation Control的時候 也有大概提了一些 好 我們之前提的呢 主要是那個中間的 這個Pulmonary receptor Pulmonary receptor 第一個Streat receptor 各位同學那時候應該還記得 就是你被 用力吸氣的時候 你的肺臟被撐開 肺臟被撐開的時候呢 他就會傳 他傳的訊號就是什麼 他就會抑制吸氣 不過呢 有時候如果是一個什麼 我們叫做什麼 Head Reflex Reflex的時候 他就會進入一個 類似什麼 打哈欠的過程 他就會吸氣的時候 反正會誘發一個更深的吸氣 那Irritant Receptor呢 他會感受到Air Flow 可是他如果刺激太強 他就什麼 各位還記得嗎 Irritant Receptor 這些Mechanal Receptor的中間 Irritant Receptor 刺激如果太強烈 你會發生什麼動作 Irritant Receptor 這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刺激增加的意思 這是什麼 它就會引起咳嗽 如果你喝水去嗆到的話 這會刺激到你的Irritant Receptor 大部分都是在肺泡跟肺泡之間的肩子 所以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的肺部積水的時候 有東西在刺激這些習慣 你就會覺得很喘 那所以呢 在過去 過去 我們這麼說好了 一個人如果Palmary Edema的時候 以前呢 一個人喘的時候Palmary Edema 我們常常會做什麼 幫病人打利尿劑 那打了利尿劑之後呢 病人有時候 水呢 你去聽 你說Palmary Edema 你去聽它的Bronfield Sound 你去聽它的Bronfield Sound 就是Breezing Sound 你在聽的時候 你會聽到有很多的 肺泡的一些什麼 一些Prayco 一些Whees 這樣的聲音 裡面來水腫 可是你打了利尿劑呢 你的聽起來呼吸的聲音 沒有太大的變化 可是病人會明顯覺得比較不喘 沒有多久就覺得不喘 它實際上並不是因為 脫水那麼快的關係 是因為利尿劑呢 它會Blocker掉什麼 會Blocker掉C-5傳導的信息 這也是為什麼 如果利尿劑打太多的人 病人會怎麼樣 他可能聽力會出了問題 因為他會去影響到 我們的Sodium chloride channel 所以在早期 現在已經沒有這樣做 早期在臨床上 在幾十年前呢 會讓病人做什麼事情 一個很喘 很喘的病人會做什麼 會讓他做什麼 利尿劑的Inhalation C-什么Plural C-9 這個就是Loop Diuretics 用C的 就放在Neuryser 然後病人用C的 並不是C的之後讓它脫水 實際上是C的之後呢 會抑制這些C fiber的傳導 病人會覺得比較不喘 可是我們知道 這個實際上當然就是 所謂的炎耳盜鈴 你吸一吸不喘 那只是抑制神經而已 你並沒有解決你underline的問題 所以呢 目前當然 臨床上面不怎麼不這樣做 不過你去查 人家以前就有這樣的研究 好 所以這個Pulmonary Receptor呢 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上面這個什麼 Upper Aeroid Receptor 是什麼 我們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Trigeminal Nerve 就是我們的三叉神經 第五對腦神經 這個分布在哪裡 就分布在臉上 你的臉上 你被打一巴掌就是從這邊傳過來 那你的臉面神經是什麼 第七條 它是做動作的 所以你們以前念乳神經 腦神經就會念五進七出 第五條是傳導進來的 第七條是出去是做動作的 那這個呢 三叉神經呢 包含什麼 包含這裡 就還包含什麼 鼻腔裡面的Airflow 都會受到這些影響 這個可以解釋什麼事情 比如說你今天呢 如果很喘的 好好的時候 你故意用什麼 用東西把你的鼻子塞住 你只能用嘴巴呼吸的時候 你大概一兩分鐘後 你就會覺得迪士尼亞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Airflow 沒辦法從鼻腔進出 你只能從口腔進出 你等一下就會開始覺得喘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面 常常會看到很多人 他就會覺得奇怪 他動不動就覺得很喘 尤其在講話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很喘 可是呢 我們問這個病人 你去運動的時候會不會喘 他說不會啊 我去跑步 我去走路反而比較舒服 尤其是呢 運動的時候一開始稍微有點喘 大概五分鐘十分鐘之後呢 就覺得呼吸比較舒服 實際上你如果了解這個呼吸的整理 就很清楚啊 一個人在運動的時候 需要的心肺功能 包括我需要的cardia 或者mini ventilation 都比靜靜做的還要多好幾倍 可是病人反而會覺得舒服 那是什麼原因 那就是什麼 上呼吸道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運動的時候呢 你的鼻腔的血管會坎均勻 所以你的鼻腔的air flow 就會增加 所以你整個air flow的情況 會改善 你說那我運動的時候 我用嘴巴呼吸就好了 那是沒有用的 你用嘴巴呼吸呢 你的這些up here 這些的 stimulation 還是不足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很喘 所以呢 那當然另外的是什麼 我們的這些鼻腔 氣流去刺激到 能夠去刺激到這些鼻腔裡面的 mucosa的時候 這些神經被受到刺激呢 實際上也會讓我們的 那腿會為了這些 muscle 會有diatation的作用 會有diatation 所以你就會覺得氣是比較順的 這個有一個病 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Mt-nose syndrome 或者Mt-nasal syndrome Mt就是空的意思 然後nose就是鼻子 或者說nasal也是鼻子的syndrome 這個是最近這幾年 被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一些人本來是好好的 可是有慢性鼻炎 鼻動炎 鼻息肉他就去開 那開刀 那開刀之後呢 開完刀 理論上空間更大了 他應該覺得比較 呼吸比較舒服 有的人開一次還不錯 可是呢 常常又復發之後 又開第二次 開了幾次之後呢 糟糕了 他從此之後就覺得 動不動就覺得很喘 為什麼呢 因為他鼻腔的syndrome也被破壞了 這些神經呢 也被破壞了 所以這些呢 傳導這些receptor呢 不足的時候 他在呼吸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氣流是不順的 而且呢 因為沒有辦法去刺激到上面 所以他在吸氣的時候 他就會說 所以這個時候病人就會覺得 氣總是不舒服 總是不夠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chish water receptor 我們胸腔就有很多什麼 我們這些肌肉 這些肌肉 我們在呼吸的時候呢 都會去驅動這些肌肉 那這些肌肉呢 在驅動的時候呢 我們等一下會講 這在第三個Makkin也會提到 這個肌肉 只要被刺激的時候 就要看什麼 各位以後在加護病房 就會遇到很多病人 做什麼 他要拍彈 然後躺著 然後用一個動機一直拍 vibration的這樣的拍彈 以後你就會注意到 很特別 當然 有的病人拍彈拍起來 他就是覺得比較不喘 那有的病人 越拍就覺得越喘 這個為什麼呢 我們實際上在呼吸的時候 我們的trish water muscle 在拉開放鬆 拉開放鬆的時候 這些muscle spindle 都會受到拉扯 我們之前有提到 這個也都是 Medulation control的其中之一 被拉扯的時候呢 我們接受 我們所有這些肌肉的訊號 傳回來的時候 當他傳回來 傳回來的這些訊號 跟他的呼吸 跟他從小到大學到的這些呢 呼吸的這些模式呢 能夠對得起來 我們叫做在什麼 in face的 in face就是說 他在吸氣的時候 我在吸的時候 我應該被拉開 那你在把他拍彈的時候 你這個肌肉也會造成震動 會造成他的拉扯 因為震動就會造成拉扯 這個如果是配合得起來 跟你呼吸的節奏配合得起來 你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這個東西只要什麼 該有的刺激 沒有被刺激到 你就會覺得很喘 比如說 三叉神經 應該有被刺激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刺激到 你就會覺得很喘 不該被刺激 你又刺激到 他也會覺得很喘 是什麼 比如說西肌被刺激 還有呢 刺激的時間不對也會 像 muscle spindle 也會這樣 好 所以我們講了兩個mechanism 一個是 chemo receptor 一個是 mechanical receptor 那第三個是什麼 我們叫做 mechanical loading 這個呼吸系統的 mechanical loading 所以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解釋一下 你們之前都有學到呼吸做工 呼吸做工 那呼吸什麼叫做呼吸做工 你說我要呼吸大口一點 我就要做比較多的工 你這麼說 你今天你很清楚 你要做大口的換氣 你的腦子就會下命令給呼吸的肌肉 做比較大的工 你這個你會願意這樣子做 因為你想要獲得比較大的ventilation 好 那我們身體就會有一個什麼 我們身體就會有 就會開始去計算 當然它是所謂的計算 是從出生到你現在這個年紀 你不斷地學到的一個經驗 告訴你什麼 好 上面是什麼 上面你有沒有什麼 pressure generated by ventilatory muscle 你這個肌肉要拉扯 你這個呼吸肌肉呢 它需要產生足夠的肌肉的收縮 它就會產生壓力差 產生壓力差 所以就靠肌肉收縮來產生壓力差 那底下呢 因為有壓力差 就會產生什麼 就會有air flow的淨突 所以底下就是什麼 A given breath 這是什麼 你這個肌肉呢 這個 achievable by the muscle 你這個產生了這些呼吸 所以底下這簡單來講就是什麼 你做了多少功 然後產生了多少的呼吸 然後把這個做了多少功 去除以你產生的這個呼吸呢 這個簡單來講就是什麼 這個數值如果越大 就表示你要做比較大的功 在同樣的呼吸的量 同樣的ventilation之下 你要做比較大的肌肉的收縮 那你的air flow就越大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呼吸做功 我們應該這樣講 我們講呼吸做功這樣講是不對的 就像說你去買這個東西 價錢高不代表貴 要看值不值得 所以呼吸的肌肉做很多的 花很多的意氣 要看值不值得 看你換取來的ventilation夠不夠 如果你很輕鬆的 你做了同樣的功 就換了很大的ventilation 那你就會覺得很舒服啊 我輕鬆收縮 我就換了很大的ventilation 那我這麼辛苦的呼吸肌肉的收縮 結果換來的ventilation 其實很低的 那你就會 我們這個時候就是 呼吸很費力很不划算 所以這個sense of effort 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呼吸系統的 一個mechanical loading 那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出了問題 病人的感受 跟前面那個是不太一樣的 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 什麼mechanical receptor 這些mechanical receptor呢 的影響是什麼 這種感覺比較像是什麼 氣進不來 或者出不去 或者一直在刺激 所以他會覺得呢 氣好像是不夠的 沒有氣的這樣子 或者我們常常 英文上常常都講說 air hunger 可是呢 這個mechanical loading呢 如果太多 這個呼吸的 effort太多了 我們的講法是什麼 我們就會講什麼 sense of effort 比較高 所以呢 底下這些slide底下講的是 我們的這個呼吸是不是比較費力的 或者是覺得 呼吸起來是沒有氣的 這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我們這麼說好了 你如果問一個人 他跟你說我現在呼吸困難 你只要問他兩件事情 你覺得你的呼吸困難 是呼吸起來比較費力 還是說呢 你是覺得呼吸起來就是沒有氣的這樣子 悶悶的沒有氣 或者喘不過氣來 他如果告訴你的是喘不過氣來 好像沒有氣的話 比較像什麼 我們前面講的這些mechanical receptor 被不正常的刺激 那如果他講的是呼吸起來很費力 這有時候是什麼 他氣體 他的ventilation是夠的 他可以做足夠他想要的ventilation 可是呢 他要做可能是兩倍三倍的做功 呼吸肌肉的做功 才能達到他要的ventilation 所以這個病人在描述上的不同呢 可能暗示著他在生理上的問題 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些mechanical loading 也有可能會有問題 好 再來一個 我們這樣一直講下去 各位同學可能會覺得越講越玄 不過你還是要來區分這之間的差別 這個 當然一個人覺得呼吸困難 常常每一個機制都有可能被activation 都有可能被刺激 只是說我們把它分開來講 我們才能夠知道他生理上面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好 這個什麼叫做 neuromechanical dissociation 指的就是說 我們的呼吸從小到大 從你出生開始吸第一口氣到你現在二十幾歲呢 你的呼吸 你的腦子已經學到什麼 反正學到我們剛剛提到的 receptor的有被刺激 呼吸肌肉有做功 然後我花多少力氣 我希望做到多少功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很重要的是這個base 吸氣吐氣 吸氣吐氣的這個base 就像我們之前提到的 吐氣吐到airway pressure已經降到接近零的時候 你還會進入吸 很自然就會進入吸氣的動作 所以反過來講 在什麼狀況下 好 比如說左邊左下方這個吐 dynamic hyperinflation 什麼意思呢 我在吸氣吐氣 我在吐氣的時候 我理論上應該吐氣吐到airway pressure已經沒有了 我很自然就會進入吸氣的base 可是對於一個有dynamic hyperinflation的人 簡單的就是像什麼air tripping的人 或者他airway有所謂的intrinsic pimp的人 你怎麼吐完 你在氣再怎麼吐 你的airway pressure永遠都是positive 這個時候呢 你就很難進入你從小到大學會的這種什麼 會自然的進入吸氣的base 就會很不舒服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什麼 這個病人的chemo receptor可能沒有被刺激 他氧氣正常 二氧化他也正常 他的lum可不可以被expansion 有啊 他也是有被expansion 也是有 airflow也是有刺激到 irritant receptor 他的C fiber也沒有問題 他的肺炮目前都蠻正常的 然後呢 可是他居然有dynamic hyperinflation 他airway的pressure 總是都沒辦法吐到完 會正常的進入一個吸氣的base 那當然啦 你說這樣的一個人 他的mechanical loading有沒有比較大 應該會比較大 因為他浪沒有辦法回彈到正常的這個大小 他總是呢 維持一個比較大的肺部的體積 然後他在這個比較大的體積 他就要開始在做工了 不過呢 這個人呢 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個dynamic hyperinflation 就會出現 neuromechanical dissociation 還有什麼情況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右上方這個chase wall vibration 就是拍彈呢 一樣會有所謂in face跟out of face的 這什麼的一個刺激 這樣的也是屬於是一種什麼 這樣的刺激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個刺激 是透過什麼muscle spindle來的刺激 那這個刺激呢 是對不起來 你給他的肌肉的刺激的時候呢 跟他在呼吸的時候 如果他呼吸的時候 他本來腦子覺得這個時候來吸氣的 肌肉幹有的刺激 剛好你也去拍他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舒服 因為你幫他一把 可是呢 他要吐氣的時候 他不要有肌肉的收縮的時候 你又去拍他 他肌肉收縮 這個out of face 他就會覺得什麼 就會出現一手血流血 所以病人就會覺得喘 好 那什麼 右下方的一樣 我們氣體有沒有刺激到臉部 氣體有沒有刺激到臉部呢 一樣會讓我們覺得什麼 如果air有什麼 刺激到我們的臉部的話呢 因為我們正常在日常生活的話 活動的時候 我們在走路 我們在活動的時候 當你眼部蓋了一個口罩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覺得很喘 該刺激的沒有被刺激 這個我們都 你可以說 右下角的這個呢 他的Maconin是透過什麼 刺激到我們的Trigeminal nerve 刺激到三叉神經來的 可是你說有時候有刺激啊 結果呢 你這個Nerve出了問題 這個神經出了問題 或者你用東西把它蓋住 蓋一個Mask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病人 你們以後再加護病房 為什麼那麼多病人呢 他本來都好好的 你扣一個Mask 扣一個什麼Bipop 所有的NIPVV 你說你這麼喘 你氧氣掉下來 二氧化再上來 你沒辦法好好呼吸 我給你扣一個呼吸器 我已經幫你一把 你為什麼覺得那麼喘 因為面罩蓋住臉了 面罩蓋住臉的話呢 他的臉部本來要有東西去氣流 有Vendylation刺激 他沒有的話 他就會覺得很喘 就會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 你為什麼戴口罩 走路的時候 走起路會特別喘 左上方的就是什麼 左上方就是Mecanical Ventilation 這也是什麼 我們上個禮拜提到的 有Mecanical Ventilation的時候 我們幾乎都有一個Pick 其實我們土氣墨都有鎮壓 可是我們正常的呼吸 土氣墨就不應該是鎮壓 我們應該是負壓才對 所以土氣墨鎮壓好處是讓肺泡不要塌陷 可是這是什麼 這是不得已的 所以如果放在一個已經呼吸衰竭的病人身上 他已經很喘 你給他Mecanical Ventilation 可不可以改善他喘的程度 可以 因為他其他的Mecanin都出問題 比如說他的AOA出了問題了 他會有AO-Taking 讓沒辦法拉開 那他的氧氣也掉下來了 各種原因 所以你給他Mecanical Ventilation 他會覺得舒服 因為你緩解了剛剛其他 第一個跟第二個 第三個的這些 因為你可以幫他呼吸做夠 所以都可以減緩這些的刺激 所以他覺得舒服 可是就Mecanical Ventilation這件事情 是會造成Mecanical Dissolation的 你如果不相信的話 比如說各位同學 你們都沒有其他的問題嗎 你們先前沒事就去OAOA 或者裝了Mecanical Ventilation來呼吸看看 你就馬上會覺得很喘 你也不用Invasive 你只要Non-Invasive就好了 你就扣一個Mask 戴起來 不會漏氣 然後你這時候呼吸 永遠都保持有一個PIP 你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我們有時候的病人會這樣 很多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指的病人 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睡覺的時候 必須戴一個C-cup 他戴C-cup 病人就覺得很不舒服 你就奇怪 明明你的氧氣都改善 你的AHI本來是50 那你睡覺的時候就降下來 可是他就是覺得很不舒服 他為什麼不舒服 他並不是氧氣掉下來 他是什麼 他的浪的expansion也很好 Airflow也很足夠 他是什麼 他是neuromechanical dissociation 因為他呼吸 他一直都有一個PIP在 他土氣都還是鎮壓 吸氣土氣都還是鎮壓 他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又加上什麼 Mask Mask掉了 這個什麼 臉部的刺激 所以就有人發展什麼 後來發現Mask不舒服 不然就改成什麼 就改成那種兩個球塞鼻孔的 也有那種 所以現在的CPUB就有那種 因為他需要的pressure不用很高 所以就不一定會漏氣 所以只要塞鼻孔 所以這樣就有那種叫做PO 就兩顆球塞在鼻孔 這樣把Air打進去 這樣也可以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 因為什麼 臉部的受到蓋住之後的 一些Mask掉的一個效應 好 講完了前面 前面的這些四個以後 好 第五個是什麼 這個比較簡單 這我們之前已經探討很多 這就是Oxid Delivery的問題 好 這個一個就是Anemia 第二個就是心臟Cardial Food的問題 好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提過 因為這兩個東西有問題的時候 你一樣會覺得很喘 好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我們就不用再發展這個表演講 這個在臨床上面 可是呢雖然簡單 可是臨床上常常是什麼 Cardial Vascular Deacon Duchenne 反而是最常見的 心臟的輸出量不足 因為我們知道 一個平常都有在運動的 他的Cardial Food呢 可能比較高 可能6可能7 甚至可以到最高 我們這樣講到最大的 可是都沒在運動 他的Cardial Food可能會掉到4而已 掉到3.5 掉到多少 所以這個時候呢 病人這樣子的話 他的Oxid Delivery出問題 他就會覺得Dismia 所以那個在臨床上 可能是最常見的 好 最後一個講的是什麼 Dismia本身的 什麼 感受的問題 過去呢 我們都只探討 這個人生理上面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可是我們有時候比較忽略 要什麼情緒上的問題 那我們問同學 你們覺得跟喘的另外一件事情 生理上面的另外一個 生病的造成的不舒服 一樣會讓你 一樣不舒服 是哪一種感覺 生病的不舒服 大家都生腦病死了 然後生病的不舒服 喘是很不舒服的感覺 那還有沒有哪一種症狀 也會讓你很不舒服 你覺得呢 之前有同學說頭暈 就是頭暈 你覺得喘比較不舒服 還是頭暈比較不舒服 有時候會覺得頭暈比較不舒服 那顯然滿暈的這樣 那好 那還有沒有什麼讓你會不舒服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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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也會 不過咳嗽 我們可以說咳嗽是一個比較 Secondary的症狀 Primary的症狀就是說 因為咳到後來會有 可能會喘 咳到後來可能會怎麼樣 所以你們覺得還有什麼症狀 會讓你們很不舒服 好 同學說發燒 發燒也 那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因為各位實在是太年輕太健康了 所以你們就不容易會有一些生病的一些症狀 還有什麼症狀 你們覺得 這個症狀 而且對於這個症狀的描述 甚至比喘還要被描述的更多 咳嗽真的都沒有 所以大家身體都滿健康的 我們正說疼痛 生病你一定不希望有任何的疼痛 可是顯然大家最近都沒有什麼受傷 也沒有說哪裡痛 牙齒痛 肚子痛 哪裡痛 疼痛是另外一個 生理上面我們很不舒服的症狀 而且甚至很多對於疼痛的描述 的研究做得更多 我們要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所以呢 因為對於疼痛的描述很多 大家才發現 把一個疼痛描述得夠清楚 也許就可以從 這個人怎麼講他的痛 我們可以回推他生理上面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呢 大家慢慢就學到說 我在講喘的話 我也不能只講有多喘 最簡單就是我們所謂的Fold Scale 就是0到10分 0到10分你覺得你有多喘 0就是完全沒感覺 10分就是你認為最喘的 那我說大概6分7分 你這樣只能講一個很粗很表潛的東西而已 大家就發現呢 這樣有問等於沒有問 就是因為每個人的Rating也不太一樣 所以呢 大家就慢慢發現 對於這個船的話 就要講什麼 你對於什麼 neural activation associated breathing discomfort 對於呼吸造成的不舒服呢 你是怎麼去解讀的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把它分成兩個dimension 一個是sensory sensory指的就是 當然這個sensory比較偏生 你上面的刺激 比如說你的intensity intensity就是講的程度 0到10分有幾分 或者有gold scale有些modify 叫做0到22分有幾分 好 那quality 你就是這種船是哪一種船 我們剛剛講的 是那種我們剛剛講的 那種air hunger呢 或者sense of effort 或者是哪一種 或者要窒息 supportation呢 或者什麼 還有time cost 你在這個隨著時間呢 你的船是一開始很喘 後來越來越不喘 還是一開始還好 後來越來越喘 就有時間上面的 或者什麼事情會讓你覺得比較喘 什麼狀況下比較喘 什麼比較不喘 這個是 這個還是屬於生理的層面比較多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affective dimension affective就是情緒上面的 感受上面的問題 這個的描述就是說 你什麼 immeliate 什麼 unpresentness 立即產生的不愉快 有沒有很厲害 是怎麼樣 那第二個呢 是可以什麼 evaluative 或者emotional response 情緒上面的感受 我們這麼說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這樣好 像講 奧運選手 跑什麼 馬拉松 跑到終點 他有沒有很喘 應該很喘 尤其在最後 他發現旁邊有個快要追上來了 然後他希望能夠未免金牌 他一定拼了命拼命好 他這個時候呢 他的生理呢 大概是搞不好比你還要喘好幾倍 比COV的病人生理上還要喘好幾倍 可是呢 他的affective dimension 他有沒有很不舒服 沒有啊 我終於拿到金牌了 很爽啊 很舒服啊 所以呢 一個人的dysmia的話呢 我們要去解讀的是呢 這個的不舒服呢 是他可以預期的 還是他不能預期的 或者是他可以接受的 他覺得這個喘是不是可以接受 因為這會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一個人去描述他的病情 這個有人真的做研究 在08年就有人做什麼 他就給一個人呢 用三種不同的刺激 第一個刺激就是什麼 給你吸正常的空氣裡面 正常二氧化碳沒有比較高 可是呢 這個管子給你增加阻力 變得比較窄 比較 他比較費力的 然後就呼吸 那第二個呢 二氧化碳比較高的濃度給你吸的 大家就知道會刺激呼吸的dryver 然後你的water呢 可以綁起來 他就給他吸一個袋子 你能吸的water就是這麼大而已 第三種刺激呢 二氧化碳一樣高 可是這個water更小 更小 他是模擬什麼 不同的生病的狀態 然後他們就去問說 你要去做什麼 你問一個人就不再只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只問什麼 sensory dimension intensity 比如說最上面是什麼 以後呢 對於船的描述呢 比較完整的描述應該怎麼做 叫做multidimensional dysmal profile 我們叫做mdp 這個是呢 問很多不同的東西 包含什麼 比如說呢 第一個是intensity 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比如說 他就會問的 你是什麼 你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什麼 馬上的 你會覺得呢 是不是present的 很愉快的 或者是neutral 不好不壞 或者是什麼 annoying 或者是distress 或者是什麼 unbearable 無法忍受的 並不是只有講數字上面的 至少有一個文字上的描述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底下的這個quality 你覺得呢 這個是什麼 做工很強的 或者是覺得air hunger的 或者是要窒息的 或者是這種的想法 然後最下面是什麼 情緒上面的反應的 你覺得是depression的 或者是anxiety的 或者是什麼 vostration的 很沮喪的 或者是很生氣的 或者很害怕的 對於這樣的一個不同的描述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 剛剛只是故意模擬 三種不同的狀況下 我們就會發現 生理上面看的是這個 比如說呢 antidal CO2會不一樣的 然後呢 這個ventilation不一樣 比如說呢 V1這個ventilation 阻力很大 雖然很大 可是他還是可以做足夠的ventilation 然後中間的話呢 Volent就有問題掉下來了 然後這個WOB 這個是什麼 做工 呼吸的做工 自喜的很厲害的 沒辦法 做工不用很大 反正他也拉不開 他只是覺得呢 ventilation也很小 可是呢 那可是呢 呼吸ventilation夠 可是阻力很大 他就會覺得呼吸 做工是很大的 那Tidal Volume當然就是大中小的 不一樣的 然後rate呢 因為rate的話呢 他後面的 這個 他就變成說 因為Volent比較小 他rate要靠 rate的增加的compensation 好 那這個呢 左邊上面的話 就是 好 第一個是submification 他會覺得好像要自己 溺水的感覺 你看喔 阻力很大的話 他溺水的感覺不會很多 因為他反正他浪是可以expansion的 我們不會講覺得 不會說覺得好像要溺水 可是Volent 只能用很小的Volent呼吸 他就覺得好像要溺水了 掉到水裡面去 然後we就是做工 不一樣的 然後h是air hunger的感受 air hunger的感受 主力很大的話 他沒有什麼air hunger 他只是說很非力 可是呢 Volent很小他就覺得air hunger是很明顯的 那有的就有胸悶的感覺 或者說什麼 那有的會講什麼 是不是呼吸很重 哇 很重這樣子 好 所以都會有這樣的不同的描述 所以這個呢 只是讓大家瞭解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把今天講的這些 Dismina這個東西 我們整個 這六個呢 從Kemo receptor 還有你的Mechanal receptor 有沒有被刺激 還有呢 你的做工 跟你的 獲得的這些Vegination呢 划算還是不划算 划算的話呢 你雖然發很多力氣去呼吸 可是你不會覺得你的Loading 是出問題的 那有沒有呢 neuronic mechanical dissociation 你的這個從小到大呼吸的pattern 簡單來講就是這種呼吸的pattern 跟air weight pressure的這些變化 跟呼吸的這些face 對得起來還對不起來 對不起來你就會有 dissociation 那當然呢 Oxygen Delivery Oxygen Delivery 主要是刺激到什麼 最主要是我們的這些Tissue Tissue的這些呢 它如果Oxygen Delivery不夠 Oxygenation出問題的時候 它就會刺激我們前面提到 這些Aergo receptor 它就會也會讓我們覺得Dismina 然後最後就是什麼 情緒上面的解讀 你到底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不同的疾病 它的描述就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時候指的這種 比如說 氣喘 或者是呢 氣喘的病人 它會直接讓我們覺得 這個 就 Asthma 跟什麼 Myocardial Ischemia 就這兩個是不同的病啊 好像生理上是不同的 這只是讓大家了解 好 這麼說好了 氣喘它會刺激到什麼 因為氣喘它的 Bronchoconstriction 它會直接透過什麼Vegas 回來 然後它引起的感受就是覺得窮悶 所以很多氣喘的病人 它會覺得悶 可是呢 心臟缺氧的時候 心臟缺氧的時候呢 它的感覺呢 也是悶 那我們當然會說 因為這種悶呢 有時候是一種refermed pain的感受 它的這個 不是真的 因為你沒辦法真的去sense到說 那個 Myocardial裡面是缺氧的 這個sale是hypoxia 好 那再來是什麼 呼吸的做功會增加的 COPD啊 或者氣喘比較嚴重的時候 肌肉有問題 或者肺部有fibrosis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什麼 Airway of concentration 或者 腹部沒辦法好好的拉開 你就要花比較大的力氣來做功 所以它會覺得什麼 呼吸做功增加 然後再來是什麼 如果是 pulmonary embolism 或者是 更嚴重的這些氣管 或 asthma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Air hunger 因為一旦有Air tracking的時候 或者是呢 呼吸本身的 讓沒辦法好好的expansion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是肺部的 肺部的肺部的肺部的時候呢 Airway是沒有問題的 阻力沒有增加的 可是呢 這個時候你就變成說 要喘得比較淺比較快 來代償你足夠的肺部的肺部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們如果再回來看 剛剛的這個影片的時候 所以你們就 這個時候 你們大概就比較清楚 這兩個病人 第一個病人呢 他走到後來 因為Air tracking 他就只好停下來 讓Track的Air吐出來 因為呢 他Rate就是不能快 他Rate 但是需要 透過停下來 讓他什麼 用比較低的 mini ventilation 把Track的Air吐出來 那第二個病人呢 因為呢 他手腳肌肉 尤其是 下肢的肌肉 力量的問題 所以呢 他就只能緩慢的走 好 那我們 講完這些呢 所以我們就要來講說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問題 我們能夠透過什麼東西來區別 即將六分鐘運動肺部功能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這四個compone 我們之前都提過了 所以你在六分鐘的運動肺部功能 你可以看到哪些東西 第一個 你在前後就會吹一個Spiral racing 所以運動前跟運動後呢 運動後的是什麼 他的這個loop就會往左邊跑 會有Left tube 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有沒有出現 所謂Dynamic Hyperinflation 然後在Diffusion的問題呢 跟Cardial foot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Oximeter 運動當中會帶一個Oximeter 有沒有一個運動當中 後來氧氣一直掉下來 那掉下來的時候 除了掉下來之外 他的Heart rate呢 只是呢 呈比例的這樣上去 隨著運動的強度 這樣一直上去 還是呢 他會有不穩定的起伏 當然你如果要更清楚的知道 他有沒有Autonomic Disregulation 我們可以做什麼 除了測心跳以外呢 我們因為甚至有時候會貼一個 或者直接透過比較精確的 心跳的這個Bitch的區別 測一個什麼 我們叫做Heart rate Vegability 各位同學有沒有聽過 心率變異度 我們的心率變異度 就跟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們在吸氣的時候會變快 吐氣會變慢 這樣子的一個變異度的起伏呢 起伏的越明顯 代表就是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副膠感神經的強度越高的意思 這個是可以去區別的 然後呢 另外一種 我們的心率的變異度呢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心率變異度的一個 起伏的程度呢 我們可以去知道這個人的膠感 跟副膠感神經現在哪一種狀態 該有 該是膠感神經為主的狀態 居然是副膠感 或者說呢 起伏不定的時候 這個就會影響到我們的Cardial output 好 那還有一個什麼 我們去看呢 運動費功能 我們就會測有一個什麼 它有一個什麼 這個Walk distance 就是走路的一個距離 那這55公尺是什麼 這個是在過去的數字 現在最近這個數字呢 等於是差不多30幾而已 這指的是什麼 兩次之間的test 同一個人測兩次 什麼叫做有進步 還有什麼叫做退步 我們這麼說好了 比如說這次走300公尺 那現在是走305公尺 這樣有進步嗎 這樣不一定有進步 所以這個就有一個 我們在臨床上面 對每一種test 都有什麼 它可以區別出生理上有差異的 的difference 結果的這個difference 所以我們行常老闆叫做 有的叫MICD 就是什麼 minimal 最小的 I是important 就是重要的 C是clinical D是difference 所以就會說 任何的test 比如說量血壓 量血壓呢 你比較120跟121 大家也知道沒有差別 所以呢 運動肺功能 目前的共識認為是大概 差不多30幾公尺 叫做生理上有差異 過去的研究認為大概50幾公尺 那因為現在我們把病人區別的比較清楚 同一類的病人去區別去比較 所以後來同一個人 現在認為大概差不多30幾公尺 叫做臨床上有進步 好那我們就來回到剛剛那兩個病人 我們實際上用這兩個病人來探討呼吸困難 跟呼吸衰竭的問題 左邊大家有看到 它是什麼問題呢 這個病人因為有air checking 然後呢 這病人實際上它有很多痰 激在它的兩邊的low lung 所以我們在做理學檢討會發現 吸氣的時候呢 浪沒辦法expansion 所以呢 它的痰都塞在distol的airway的時候呢 它在運動的時候它很容易就air checking 因為痰塞住了 那也會變得很窄 所以空氣只要進去就不容易出來 然後也要吹平到最後 所以右邊這是它的運動肺功能 右邊這個圖的藍色呢 是運動前的tidal wall 黃色是運動後的tidal wall 各位可以發現它幾乎是用TLC在呼吸 而且它的什麼 FVC吹起來是紅色的這一條 正常應該是黑色的喔 所以它Lung wall 只有該有的1%不到 所以病人呢 不要看起來好像走路走得很快這樣 實際上他也會有很嚴重的問題 那這個病人呢 實際上他需要輕彈 那各位同學有沒有看到 他兩隻手放在上面這樣輕彈 為什麼兩隻手要放在上面 你們覺得放在上面有什麼用處 你們現在可以試著做看看 我們都說會呼吸 叫什麼複視呼吸 你這樣子呼吸 然後你兩隻手放在上面 然後你同樣在呼吸 你會有覺得有這麼差別 你可以做看看 大部分的COP的病人呢 因為他什麼 Diaphram的變體 Flatening 之後呢 我們都請病人你呼吸 盡量用所謂複視呼吸 可是當他喘起來的時候呢 他根本沒辦法好好的用 因為所謂的複視呼吸 就是用Diaphram下降 Diaphram跑號的下降可以提供 Long the volume 的Change是比較大的 可是呢 你這個時候如果是什麼 很喘的人呢 他久而久之習慣了 他每次喘起來 他都是用 用Accessory muscle在呼吸 這個時候的效率是很差 又要做很大的功 所以病人就會更不舒服 那我們做這個動作 你會發現怎麼呼吸 你這個時候沒有辦法用 你的Accessory muscle呼吸 簡單來講 你這樣做看 所以你就會發現 你這樣做的時候呢 你的膝蓄呢 你會很明顯的發現 肚子是鼓起來的 所以病人呢 除非你的Diaphram完全停掉了 不然你用這種方式呼吸 我們很奇怪 我們的呼吸的肌肉呢 你又可以用比較足夠的 Diaphram的起伏來做 所以這樣子 那這個病人的彈 又塞在下面的肺部 所以這個時候呢 Lower lung 比較好的expansion 可以把痰清出來 那要把痰清出來 除了做這件事情 因為AOA有問題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 就可以讓病人什麼 C bronco dilator C bronco dilator 或者是什麼 如果有發炎的厲害 可能需要用到 Anti-Information的藥 可能是什麼 吸入的 實際上呢 比較嚴重 應該是用打針的 或者是口服的什麼 抗發炎的藥 很多就是淚入醇 這個時候 或者呢 痰太多就是 細菌感染很嚴重 甚至就要用到抗生素 Anti-Biogen 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還可以病人做什麼 做所謂的PEP 就是什麼 Positive Inspiratory Pressure 的Device 用力跟管子 然後 它吐氣的時候 可以保持一個正壓 可以讓AIR不要吹停 這個時候可以把痰清出來 所以這個病人呢 我們剛剛講的 這第一個病人 他只要運動 他只要清痰前後再去吹一次呢 第二次再抖了 他這個Tidal Gorin 就不會到TLC了 而且第二次 這個病人實際上在旁邊 他只有做了大概 就是說 休息了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把痰清一清之後再去做呢 他從頭到尾就會走得完了 那除了這個以外 什麼 來 吸氣 來 吸氣 吐藏一點 往前很緊張的方式 對 這個時候呢 最像什麼 很多你會發現很多運動員 跑到中間 來 吸氣 都彎腰兩股 沈在膝蓋 你覺得他腳很痠嗎 現在不知道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做這個動作很標準 又調就回來 所以他 舒服的地方在他 呼吸 因為他這個時候很喘 他需要大量的換氣 那我們呢 我們往前彎下來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肚子抓到幾樣之後 你的Direframe 你的橫膈膜的這個弧 這個這個弧度 本來是有弧度的 可是頂上去的這個 這個弧度會更陡 這個時候你的橫膈膜的吸氣 吐氣的這個 產生的Volent change 是更大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呢 呼吸 你的感覺上就會覺得 在每一口呼吸的 比較大口一點 所以呢 很多運動員在運動完最後 他會做這個動作 他會覺得比較舒服 所以對於你呢 我們會讓病人 那靠在牆壁的話呢 讓其他的這些肌肉可以休息 靠著然後稍微彎腰這樣子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也可以 他會覺得很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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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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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來 這個趙下 好好看 再一次 嗎 再一次 讓我們再吸氣伏氣的時候呢 逃光 你去把你拉開 然後 你去把你拉開 對喔 那這樣好像有什麼 這個廠商我們叫做ITG Ade水 阿眼啊 不要緊 是比較快 沒有 當然這比較那個 他在肌腱中 滾動 輕輕的做就好 這個要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問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問 背後有問題 會造成慶祝 或者造成慶祝 好 那剛剛那病人呢 第二個病人是這樣 第二個病人 我們就看他的背功能 就不一樣了 運動前跟運動後 你會發現什麼 運動前跟運動後 他在開脫波的都是同情緣 甚至運動後 會更大一點點 再比較大一點 然後他的這個F1 F1 運動後都比運動前好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各位可能沒有注意到 我們如果再給各位看 剛剛的那個病人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 這個F1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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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到時候你們去做分組的那個 做Trace Parametric 就會看到這個現象 那 剛剛的這個 第二 我們來看 這個有沒有交叉 這個交叉是少的做 這代表什麼意思 圈圈就是我們的開脫波的 就是你輕鬆吸氣吐氣的時候 然後吸氣的時候是上面的半圓 吐氣的時候是下面的半圓 吸氣吐氣 吐氣 吐氣是上面的半圓 吸氣是下面的半圓 就是吐氣吸氣 這樣到圈圈 那用力 那正常的人 AER位正常的人呢 上面是什麼 用力吐氣的話呢 用力吐氣的話呢 用力吐氣 這個什麼 這個FLOW變得很強 而且呢 用力 代表就是說 你用力吐氣產生的AERFLOW呢 跟你輕鬆 只是做太多渦人的呼吸的時候 用力吐氣的AERFLOW比較強 這就表示你的AER位是正常的 可是你當AER位有問題的時候 你用力吐氣的時候呢 你的AER位就collect 發現 因為病人比較窄 FLOW就掉下來 FLOW掉下來的時候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個太多渦人的這個loop 如果跟你的這個FVC 用力吐氣的時候呢 在同樣的 同樣的肺部的體積的時候呢 用力吐氣的AERFLOW 反而是比較小的 輕鬆吐氣呢 AERFLOW比較大的 這代表什麼 AER位有absorption的問題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病人呢 交叉比較少 這代表什麼 因為這個病人的 運動的Limitation呢 不在AER位 他運動的Limitation 是大概四肢肌肉無力 所以呢 他運動需要的Ventilation呢 雖然肺功能是不好的 可是呢 還可以應付 雖然肺功能不好 不過反正他也走不快 慢慢走 腰腰晃晃晃慢慢走 從頭走到尾呢 他都沒有AER水平的問題 他的Ventilation都夠他用 他身體被殘暗都夠超用 所以他只是沒辦法走快而已 因為他的Energy的Production 是有問題的 那當然他會不會有卡丁 或者問題 會不會有錢都有可能 好 那這個病人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就不是帶去旁邊 呼吸就會好了 他做什麼 做Exercise的Training 他就騎腳踏車 走路運動 訓練了三個月都不一樣了 這個真的是三個月後吃了 又就在那邊 我們就拍片了 第一次是好像搖搖晃晃 有人在旁邊很怕他跌倒 第二次呢 他就走在他的看路前面 哇走得很快 第一次他走的 我印象說是160公尺 第二次呢 走的240公尺 差很多 然後他的背功能有沒有進步 完全沒有進步 背功能沒有進步 所以這個病人呢 實際上是什麼 Limb Muscle的問題 好 好 那我們最後呢 來講幾個臨床上的狀況 讓大家練習 所以最後有幾張slide 第一個呢 COP的病人騎摩托車 跟坐車比起來 哪一個比較不喘 那這個應用哪個 麥克林的 我們講的這個 都是病人實際上的描述 不是我們自己亂編的 我以前在林口長庚 那個是在比較高的地方 病人住在泰山 那是騎摩托車上來 七八十歲的北伟騎摩托車上來 我說北伟騎騎這樣 不會很危險嗎 他說不會不會 那為什麼你覺得不坐車 他說我坐車比較喘 我騎摩托車比較不喘 所以他就為他騎摩托車 那你們覺得為什麼 Neuroma 24 好 背色 臉部 空氣去刺激 所以 沒錯 你臉部有氣體去刺激 你可以抑制喘的感覺 那當然這是透過 當然我們可以以後 第二個 那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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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刺激 所以臉部有氣體刺激 我們會抑制喘的感覺 所以這個北伟呢 他可能坐計程車 或坐公車呢 他的呼吸的 Rate可能是18下 那騎摩托車 呼吸的Rate搞不好14下而已 所以呢 比較低的ventilation呢 他實際上就比較不會什麼 比較不容易 Altripping 好 第二個 這個胃食道逆流的病患 飯前還是飯後 哪一個比較不喘 或者根據你們自己 大部分都是吃飯前 比較會喘 還是吃飯後比較會喘 你說我都不會喘 還是吃飯前太餓了 手腳沒有力氣 會覺得比較喘 我們會發現 很多病人會在飯後 會覺得比較喘 可是比較喘 不是因為吃太撐了 你說這個吃太飽了 頂住了 很多是什麼 是透過vegas nerve 你吃完飯後 你這個胃酸 會刺激到我們食道的vegas nerve 它會引起什麼結果 實際上它會引起三個結果 第一個 這種是一種胃酸的反 實際上是一種神經的反射 它並不是胃酸直接衝到上呼吸道 可是它會透過神經的反射 透過vegas nerve 然後到喉嚨的時候 又接到上面鼻腔的這些 就會造成nasal congestion 所以你鼻腔的 airflow就會不足了 你就會覺得喘 第二個呢 喉嚨的 在這個時候呢 喉嚨的這些 也會造成腐腫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病人常常就會覺得 會覺得什麼 Air hunger 這個在一般的人 不會那麼明顯的差別 常常在有一些長期臥床的病人 他常常又使用什麼 鼻胃管餵食 他鼻腔本來就一邊 鼻胃管堵住了 這個時候灌完 常常就灌完牛奶之後呢 半個小時左右 病人就開始 Air hunger就會覺得很喘 這個實際上 你怎麼檢查都很正常 這個時候 我們會用什麼藥物 會有效果 我們會用這種 Anticoinergic的藥物 實際上你就可以 block掉這些 Vegas nerve的傳道 所以我們讓病人吸這些 Anticoinergic的藥物 你會發現症狀好像會改善 那COPD的劇烈性能 劇烈咳嗽會造成的呼吸困難 是哪一個 每個人 其實我們都會這麼說 Air weight有問題的人 最怕咳嗽 而且不一定是生病的咳嗽 故意在那邊 故意站到來北北 你故意咳個十聲看看這樣 咳十下之中 他就給你抓到喘起來了 因為COP本身是一個快速的換氣 快速的換氣就很容易造成什麼 造成dynamic hyperinflation 那這樣的情況就會做什麼 就會出現所謂 neuromechanical dissociation 那當然他本身也會做工也比較多 而且呢 當他造成AIR tapping的時候 他就什麼 他要做比較大的工 才能換得足夠的ventilation 所以他的mechanical loading也會增加 實際上很多病人都是同時出現的 可是你要把它分開去思考 你要能夠有這個能力去區別 比如說這病人也會不會有什麼 當他AIR tapping很厲害的時候 他的浪沒辦法更好的expansion 所以他的strange receptor 也沒辦法得到足夠的刺激 AIR flow不足 Irritant receptor刺激也不夠 所以這幾個都會讓病人 都會覺得喘起來 好 那再來有一個很有趣的 打哈欠 為什麼發生在快要最早 這是是不是我們之前上課有提過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你人清醒的時候不怎麼打哈欠 你真正睡著的時候也不怎麼打哈欠 可是在半夢半醒 就是比如說上課到一半開始 想睡覺的時候就會一直打哈欠 那你們覺得為什麼 我們可以用哪個making來解釋 或者我們這麼說好了 一個人在打哈欠的時候代表的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打哈欠是哪種reference 各位還記得嗎 就是那個頭 當然不是真的頭 是那個人的名字叫頭 有一個叫做頭的這個學者 提出來的reference 就是因為你會 你需要誘發一個很深的 泰多窩人的一個呼吸 讓你覺得舒服 那什麼情況下會容易誘發 當你的呼吸的drive增加的時候 那一個人 比如說你坐在這邊上課 結果開始想睡覺了 你身體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嗎 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 唯一的改變是什麼 我們前面都忽略故意不講的是什麼 第一個key mode reset的刺激 可是你說想要打哈欠的時候 為什麼key mode reset的刺激會增加 就是快要睡著的時候 實際上應該不是說更加 而是什麼 我們對於ventilation的設定做了改變 一個人在醒覺的時候 假設你的每分鐘的換氣量是需要 假設你腦子設定是8L好了 你的代謝比較高 你入睡的時候 你已經睡著的時候 你這個人呢 mini ventilation只要6L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為什麼 因為我睡著了 我的設定就是不需要 那這個受什麼影響 受意識的影響 我們會受到影響 然後當你現在已經快要 真的打喝睡的時候 你身體的意識是什麼 慢慢進入要睡覺的意識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做什麼事情 你會降低你的ventilation 你會調低ventilation 那調低ventilation的結果是什麼 就要看你的代謝的速度 可是你人明明還是坐著 你身體是坐著 意識是睡著了 那這會發生什麼現象 你身體設定的ventilation 比你產生的二氧化散呢 就還要低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會出現什麼 hypoventilation的問題了 相對來講 所以你的二氧化散累積的速度會變快 一旦累積得比較快之後 你只能做什麼事情 你只能透過打哈欠 把二氧化散吐掉了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在那種想睡覺的時候會打哈欠 那你真正睡著就不會了 因為你已經在睡覺了 你整個代謝都下降 所以就成平衡了 在醒著的時候呢 醒著的時候你的設定是比較高的 所以也不容易出現 CO2 retention的現象 所以呢 有CO2 retention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提到我們的換氣量 所以有時候呢 一群人在房間裡面開會 開會開到後來就很多人開始打哈欠 二氧化散的濃度真的增加了 如果去測的話呢 有可能真的會增加 那當然還要加上什麼 氣流沒有不好刺激到臉部 好 我們這個是最後一章 我們後面的那個我們就不一定要講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要跟各位討論一下 COPE的病人呢 室溫25度跟室溫35度 你們覺得哪一個會比較喘 好了我們不要講COPE 我們講說各位同學 你現在這個現在房間裡面可能25度嘛 那今天如果出大太陽外面可能35度 你覺得你在哪個環境你會覺得比較喘 或者我問你你比較喜歡待在哪一個環境 當然是冷氣房嘛 我外面35度我就會找一個有25度的冷氣房呆著 那表示在25度比較舒服嘛 那你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這個是透過哪個maintain的 之前有同學說會不會流汗 可是我們這裡都沒有講到流汗的關係或怎麼樣 我們今天都故意提一些 你們平常不會去想到 可是實際上是很常遇到的 因為這個是病人跟我講的 病人跟我講說 好我們假設35度真的比較喘 因為病人跟我講說奇怪 為什麼夏天的時候他在外面就很熱 特別喘 然後他進到醫院來他又覺得不喘 然後覺得很舒服 他就覺得奇怪為什麼 他就說不是明明應該是天氣越冷 我們就會越容易呼吸到越不穩定 應該越喘才對啊 可是為什麼 溫度比較高的35度他覺得比較喘 可是25度他覺得比較舒服 你們覺得 或者你們覺得有可能透過哪一個maintain的 我們把這張講完我們就下課了 所以各位大家趕快想 我們這麼說好了 我們剛剛已經有提到 什麼東西呢 風比較強的風吹到臉比較舒服 還是比較弱的風吹到臉 你會覺得比較不喘 比較強的啊 因為什麼 因為比較強的風會刺激我們的三叉神經 會讓我們的所謂的這些 除了三叉神經的刺激以外呢 我們這個neuromechanical dysfunction也會比較少 因為臉部有東西在刺激 好 那這個跟溫度有什麼關係 各位同學覺得呢 比較強的 簡單來講就是臉部比較強的刺激 你會覺得比較舒服 同樣的風 我們這麼說好了 我們怎麼去感受到ventilation 就是風吹到臉 有哪兩個物理的現象 讓你感覺到這個風是比較大 比較強或比較弱的 壓力是幾個 沒錯 壓力 風壓 像那種電視新聞 什麼颱風的 那個記者被風吹到都倒了 那個是有壓力很強嗎 那個強不強當然很強 人都可以吹 一個是壓力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們會感受到ventilation的強弱 一個是壓力 沒錯 這是很直接的就是壓力 把你吹到倒了就是壓力 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們這裡就在講溫度 所以各位同學就可以猜溫度 可是簡單來講不是溫度 應該叫做溫度差 溫度差 跟什麼的溫度差 跟我們的體表溫度的溫度差 所以我們這裡講的就是什麼 溫度差越大 你會覺得刺激比較強還是比較弱 當然比較強 所以各位一定有聽過一個成語叫做什麼 寒風刺骨 可是你一定沒有聽過叫做暖風刺骨 你覺得暖風會不會刺骨 不會讓暖風很舒服 可是呢 寒風的刺骨 那個寒風有很強嗎 沒有啊 它也不用很強 它只要夠冰冷就可以了 一個五度的風吹到臉上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那個什麼溫度差太大了 所以呢 所以對於一個COPD的 或者一般人來講 25度的溫度差可能會有到10度以上 然後35度呢 有可能是沒有溫度差的 因為35度 你的體表可能也是35度 所以呢 那我們也可以這麼說 我們大部分存在的環境的氣溫 室溫都是比我們的體溫還要低的 都比我們的體溫還要低的 所以你會覺得什麼 風 這樣的一個風 比較涼的風吹大的話 你就會覺得ventilation是比較強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你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所以你就會覺得呢 外面溫度很高 你走出去覺得好像一堵槍 擋在那裡 出去哇 又進來才會比較舒服 出去就覺得好像走路走起來 覺得很不舒服這樣子 所以這個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實際上是用一些時間 跟各位討論 討論什麼 那些東西呢 你未來在面臨到任何一個人的dysmia的時候 你腦海中就要出現一張圖 這張圖是什麼 縱軸有四個component 你如果這樣練習 多練習幾次的時候呢 你對於以後再思考一個很喘的情況 你就會非常清楚 就不會呢 就不會在很慌 該屁的地方沒有弄到 OK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那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沒有 那我們就今天上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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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